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一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來自花蓮的戴智陽先生 米老鼠 第二位是來自台東的林隆先生 米虎密桑 還有還有一個是來自台中的公車司機 吳敏聰先生 真的假的 還有來自高原的公布主席人 他們那個紅燈左轉有不同的方式 大家好 王國遠先生 你是哪裡人 你怎麼有特色 人都有我 郭兄弟 因為他都沒人家說 他一定是左轉 我跟你講 就是說台北人的14個特點 網路一公布的時候 我一看 不是都這樣嗎 難道我就是真的台北人 我第一次吃到那個 油飯上面有肉鬆 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真的 後來那個叫V哥 V哥 對 可是我們講那就是油飯啊 然後南部 南部人覺得台北的粽子就是油飯 粽子就是粽子啊 我們那粽子很像 台北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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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台北人好吃 都不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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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台北人 這都沒有 這都沒有 我們都沒人家 我今天 我都覺得說都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我今天很辛苦 非常忠實的表演台北人 你不要吃個客家的肉鬆 這麼大塊 一顆三顆人 客家的肉鬆 真的很大顆 我們一定 走樓梯 電梯 一定靠右 這是真的 大陸人 大陸人說 這叫自決排隊 台灣人自決排隊 自己結婚要排隊 他們專用民主 決 自決排隊 自發戲做的樣子 心裡看到我們的那個 我們是民主自決 好 好 真的 分辨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分辨台灣人 好不好 台灣人 OK 來 很喜歡戴口罩 沒感冒也會戴口罩 是的 OK 我車上有一盒口罩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 看口罩的感覺好 好 告訴你 告訴你 爸爸你這樣就是了 不是啦 SARS之後 因為家裡很 SARS那年買太多口罩了 用到現在還沒有用完 OK 而且一感冒什麼 因為台北的那種 公共交通捷運 公共空間比較擁擠 你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感冒 你不戴口罩 你一打噴嚏人家都要逃的 很不舒服的啦 所以其實都還滿自覺的 我如果在電梯裡面 沒事嘛 也不是上次 看到你戴口罩 我反而會離遠一點 你沒台沒錢 你一定是感冒 但是他蓋起來啊 對啊 你就不是台北人 反而這樣我會怕 不對 現在在台北戴口罩 已經變流行的象徵了 自己去各業市看 那種賣口罩的是 一大堆的花花綠綠 什麼出來都有 戴口罩 日本人也很喜歡戴口罩 是啊 我們其實有點學日本人 因為我們是覺得自重 就說我自己感冒了 我就不要傳到他 這個不是指哪裡人 我現在講的都是台灣人的特色 普遍比較多戴口罩 再來開車一小時以上 就叫很遠 是的 我覺得還好 你因為你輸了 因為不是海北人 沒有啦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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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那裡錄 你公車司機 大家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 然後全台灣好像都很封棒球 但進場看棒球好像很少 OK 好 說到海邊想到的都是墾丁 對啦 好 很喜歡排隊到哪都在排隊 是的 OK 講到台灣特色都講夜市 對 台灣人就是愛講夜市 台灣最喜歡罵的人是誰 總統 這全台灣都一致 對不對 全民運動 是是是 那有一次呢 本人 就是你嘛 對不對 我們的氣勢 去英國因為感冒 到溫步燈球場看球戴口罩 結果外國人都躲他 喔 有人甚至問他 你為什麼不直接待在醫院 你為什麼要處理 然後呢 而且很奇怪喔 台灣人都封棒球 可是真的進場看球的很少 因為台灣的報紙的體育板 不是棒球 就是籃球 不是王建民 陳文英就是林書豪 OK 好像世界上只有這兩種球 而且打這兩種球 只有這三個人 OK 所以呢 很奇怪 台灣只有國際賽事 那一天才關注 好像我們沒有關注其他的運動 就這兩種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台灣人為什麼要愛排隊呢 你知道有個港式小點 叫天 這個我要講一下 其實國外也差不多 美國人就銷什麼 美式足球 對 日本人銷什麼你知道嗎 日本人銷棒球跟腳球 對 我們台灣人封籃球跟棒球 對 其實國家差不多 中華美式足球 都是足球 都是宗教 那是宗教 對啊 台鳥也是瀉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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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瀉 晚上就都在打哪個球 方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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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球場不好嗎 對不對 好 再來台灣人愛排隊 將會排到昏倒 我覺得至少有排隊 也是一個 算台灣特色啦 可是再怎麼排 我們也排不贏日本 日本人那個排隊才是 我跟你講那不是排隊 也是排隊的態度 讓我們佩服 他排隊好像是在 我在等待一個什麼 對 都心平氣和 我看新聞在北海道排隊 不是下大學嗎 幾千塊都學了 還蹲在那個地方 一整排啊 新聞的畫面出來 都被學了 是啦 那不是 那是要排那個 3C產品的時候 也會做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再來一個台灣特色 日本人 我們是靠右 他們全部靠左 我覺得日本人 他是很守規矩 他就知道說 我們全部都要靠左 這一邊是給有集市的人走的 那種電風梯啊 台灣人現在也會有這種感覺 我們是靠右 然後左邊 左邊會留給人家走 那路間的概念是怎樣 可是我去日本就要靠左 對啊 就日本就要靠左 日本靠左 香港也靠左 反正你看他開車的 駕駛座是哪一邊 就是那邊 對 有此一說 因為以前武士到武士都拿這邊 沒錯 所以就要靠這邊 不然我拿這邊 你走過來 沒想到啦 對 有此一說 對 美國我們是走美式的 靠右邊 因為他們鬥鏈的話哪裡 左輪手槍鬥鏈 所以他要靠這邊走 我有一個人去日本 我說 中國人是怎麼走中 因為以前的政客 嚇開中 我現在去日本 有一個人很愛問導遊 我只要問 黑人要問 一堆後來導遊說 好啦 我都跟你說 他說 日本是這樣 日本經常在建政 所以男丁太少 是 後來就說 那個社會風氣就是 女生隨時可以跟任何男生上床 我們是不是要增加人口 增加人口 所以你看 日本女生 就把棉被 披在身上 然後把枕頭 背在後面 合佛 那就是合佛的由來 對 我剛剛看日本交流行為 應該要來韓登城 網路笑話 現在網路笑話 然後 他就說 但是因為 常常做嘛 所以呢 在哪裡做呢 有時候 如果你發現 他的這個姓叫景上 那就是在那個 古景上 如果 如果在田邊 就叫田邊 我們台東 我們台東 那一棵精神武術 請來日本的 黃氏益用的 那一個師傅 他的名字叫 山下德南 你看 很直接 山下德南 他說 如果女生是特別 生出來的小孩 就很純 所以叫小泉純一郎 那也是 經常做的那個 那個就做了 安倍精神 其實有的 我們台灣也是這樣 你看 你看 在台灣生叫台生 你有在田中嗎 沒有啦 台灣生叫台生 對 在鳳山生叫做鳳生 但是有一個地方 不能 花蓮生的 花生 沒有 以前有一個 以前叫 師台生 是啊 對 然後馬 馬英九姓馬 他是在英國殖民地 時代的英國 叫馬英九 他如果在澳門 就會馬 澳 蛋堂 然後再來 台灣特色是 最喜歡罵的人 是總統 不管誰執政 反正罵總統就對了 所以陸克來這邊 也很適應這一點 對不對 他們是很奇怪 不可思議 我們怎麼可以罵 最高領導者 然後呢 我們都會講說 因為這是錢民運動 從阿扁的時代罵阿扁 現在馬英九 現在罵馬英九 這就是民主 他們現在對習近平很尊敬 都叫習大大 尊敬到什麼程度 已經有幾年沒有除夕了 為什麼 除夕 你敢除夕 除習近平 不敢過除夕 除夕 除夕 沒有什麼樣 就沒有除夕 但是我怎麼問 真的假的沒有過除夕 真的 但是我怎麼問中國人 中國人我跟他說 會我們台灣很民主 對不對 可以在總統府前 大聲音說 馬英九是個白癡是個笨蛋 什麼 是不是 對啊 結果中國人跟我說 我們也可以啊 我們可以在天外門前面 也是大聲喊 馬英九是白癡笨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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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人家還有一說 說 如何分辨 日本人 中國人 韓國人 台灣人 他說 我是看網路的 你把他咋去 說一下 如果日本人 他會這樣子 韓國人 他會這樣 他會講四個字 那如果是中國人,你把他吞到嚇一跳 我的媽啊 如果你跟中國台灣人,你嚇一下 台灣人,我來做台灣人 我做台灣人 我做台灣人 我咧 對 台灣人就說 我咧 就知道你是台灣人 是嗎 台灣人是這個 不好意思,你剛才說日本人是 韓國人是怎樣 日本人很喜歡 哎呀,不是哎呀 卡,怖一點 這樣 很恐怖耶 對 啊 普遍韓國人他會有四個音 類似 跟他們打 類似這樣 噌噌噌噸噸噸噸噸噸 他不會這樣 噌噌噌噸噸噸 叫我們噌噌噸噸噸噸噸噸噸 看到你 我會看到你 那先休息一下 台灣人 我覺得你記得很紅 這個貨物 taxes 我們剛才說的是台灣人 我們現在要來說 台中 土放在這裡 這是中文嘛 中 台中人 是是是是 所以你去台中之後看走路 走路走到中文 現在台中 玩軍們公認台中人的特色 第一名是大咪 鯨 你不能說鯨 有鯨也有鯨 無人說鯨 那要看我們別人吃過 北部人應該都說鯨 如果北部人是說鯨 只要 講話會加上 對 對 那就是台中人 真的假的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最明顯的是真的假的 哪有一個對 台中人喜歡講真的假的 我覺得都很多 我在台中我所聽到的都很多 我自己也會這樣子啊 真的假的 大咪 大咪 還是大咪 大咪 我自己習慣是講大咪 真的假的 就經常在看那個 那個 胡志強這種訪問的時候 想說真的假的 他也聽到 他在講胡志強講真的假的 對啊 胡志強不是還會說一個震怒 對 震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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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語言 語言各地方就不一樣了 台中人的口音有很明顯對不對 有嗎 你們覺得有很明顯嗎 有 中華啦 六甲人就更明顯 海口那邊就更明顯 海口那邊就更明顯 我要回家了 你要出口嗎 我要回家了 那就是六甲人 是啊 海口 那個沙路清水那邊的 那個沙路清水那邊的 沙路 沙路 我稍微注意一些 因為我們班有一個是六甲人 叫丁仁哲 那個六甲人 我這一天我就特別跟他問我 你們媽媽怎麼講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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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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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阿姆 阿姆 我們是都叫阿姆 是嗎 阿姆 那個吃蛤蟆 六甲人怎麼說 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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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車 六甲人說 大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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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皇安倒入的時候 你還要 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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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車 叫車叫大車 大車 口袋 口袋我們台語叫 六甲人 六甲人說 風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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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喊很深 風鬼 這有意思 然後這個 有些收歌 如果用六甲人唱 就不太一樣 你是摺下去 我是什麼 日 有水 沾 我是 沾 沾 沾 永遠 扛少 我 再來是 有沾 有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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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安裝 再來是 思念心情 思念心情 沒渡 看 沒渡 沾 所以那個陳蕾他是中華 李臨 弘萬那些 跟這邊也可以 李不相得得 感想要 融了解 沒有人有什麼 你大聲人 大聲 你大聲 彰化大成人 李臨那些 是啊 我是不是第三擋再回來就好 他笑得很像耶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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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甲了 但是你看 玲瓏一定不是六甲人 我不是 人家六甲是一個 六甲是姓氏的 姓氏的嘛 中華爛爛了 對不對 姓賴的 姓賴的 死一半爛爛了 姓氏的姓氏 六甲都是紅 那時候以前就是這樣子 六甲都是紅 所以20年一定是紅 六甲都是紅 吃東西一碗就死了 對 對 所以這樣很容易分辨 不過我想問一下 台中的特色是什麼 比如說台中很愛喝紅茶 我自己都不覺得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 都是人手一杯 都是人手一杯飲料 台中牛排館很多 很多 台中人要吃幾杯 你去公益 而且是台式牛排 台式牛排 全部都是 台式牛排 你說應該是像 那些 鐵板 鐵板 他那一間 一間不會有牌 賣到全台灣民眾獎金 他那間最多 對對對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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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九個月 十九二十幾個月 還有那天還有 怎麼有上車的 可是台中真的很多 很多特色產品的發源地 泡沫紅茶 對 太陽餅 太陽餅 不要說 吃水湯 大家也知道太陽餅 台中人不能再說太陽餅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吃台中人 就不會說刻意的去吃太陽餅 太陽餅 太陽餅 台中人就不太會去吃 太陽餅是 要來想像是 要送人的 下手 下手 台中人不吃 台中人吃什麼 台中人什麼都吃 台中人 我自己的特色是 早餐是 早餐是杏仁油條 沒有沒有 杏仁油條 因為我每次去那邊出差 早上好多 來 來 來 網友說的 來喔 台中人 講話不講 吃麵吃米粉會配豬肥湯 就是像這個 正統的 這個我今天早餐吃 有什麼 我今天早餐吃這個 我今天早餐吃兩次 一次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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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飽啊 這是什麼 大麵雞嗎 沒有 這都是茶麵 茶麵配豬肥湯 這是三肉湯 還有我們辣椒 這個是蠟椒 這就是辣椒 這是辣椒 這辣椒 三肉要找這個 辣椒的醬油條 這個辣椒醬真的超厲害 麻而不辣 真的是做到麻又不辣 這就是 骨拉肉 鯉肥湯 這叫做鯉肂肉 專業的名字叫鯉肥肉 漂亮 鯉肥肉 對 鯉肥肉 對 跟鯉肥肉 對 對,台中吃這個一定在湯裡面都會咬整個地匯 欸,香港吃完之後會不會一直 呃呃呃 吃不會啦 會脆脆就好吃 這就差不多 還有都會吃 有很多的吃的烤肉飯 早餐吃烤肉飯 這是Menu啦 早餐耶 吃烤肉飯 這你要告訴我,這個牛肉麵、大滷麵 然後這個便當 結果老外都來我一個牛大便耶 牛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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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小姐你要吃什麼麵 你拉什麼,我吃什麼 拉麵 這真的早餐耶 因為他上午營業耶 對啊,我今天才去 這時鐘 那個時間 六點四十 對啊,六點四十 你六點四十去吃早餐嗎 我才去要才學生啊 對,六點四十這次就都出來了嗎 都有啊 五點五就都在賣 還有豬腳飯耶 這間沒有賣豬腳飯 還有豬腳飯耶 兄弟,你早上就吃烤肉飯 烤肉飯豬腳飯 人家也是這樣 年輕便 年輕便便台北人 我跟你講,早上吃有一點 早上吃有一點 整天的那個精神都會好很多 其實早餐吃得好嗎 你如果看這個身材跟身材 空啊,顧火中央 心情很好了 還有台中央吃早餐 吃這個茶麵 上面一定都要喝一坨這個 這個辣辣醬 甜辣醬 甜辣醬 一定要問一瓶 一瓶 對,一定要 一坨 對 再來 這也是 我不是說今天吃了兩次早餐 這是其中一個 也是瘦肉 這也是極限肉 這也是極限肉 也是極限肉 對 他也是餐廳會啊 都會吃 這樣搭配的邏輯是什麼 是你個人偏好還是 那有什麼邏輯 這沒有什麼邏輯 從小吃啊,大家覺得這個樣子 台中人都是這樣吃啊 吃完之後 你可以走到大家看你的肚子嗎 不能說 不是啦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剛才那個餐廳看一下 餐廳 這餐廳這麼多 你怎麼都只吃這個麵跟豬花湯 沒有,這是個人偏好 我偏好的就是早餐就是吃那個麵 全部都是豬內臟的湯 隔煎肉 大腸湯 大腸湯 豬血湯 購安湯 味噌湯 金針湯 金針吃太多會浪費 那叫做明天見 馬仔放出來再幾條出來撿 你剛才才30塊 你說就是什麼 麵 麵喔 對啊 你一個麵 豬肥湯也才20塊 這樣50塊而已 50塊而已 你好 我們來吃個三明治配個奶茶 我腦海就是 柯文哲 他如果吃一個麵飯 再配個湯就要6000塊了 對啊 但是這樣就很棒 比你一個三明治 那有一個保持感 那有一個保持感 這個麵飯 跟一個湯 60塊而已 60塊而已 但是你要看 有的麵飯 你想像中的麵飯都很大塊 對不對 有的麵飯飯的麵飯 你看到的 40塊那種 那麵飯都一小塊而已 一小塊而已 你吃這個平民小吃 隔天 上廁所說有沒有人生大悟 人家 柯文哲就很大的體驗 他三個人去吃2萬 2萬多 2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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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家把他打開 沒有人家把他打開 5點就打開 我人家5點就打開 大概四點 五點左右四點半 天哪公有嗎 天哪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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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宅人家沒在吃麵 都沒那種呢嗎 也是 有 但是 但是台北要吃這樣子的店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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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這種店很多就對了 很多到處都是 你有用真的來吃嗎 沒什麼的 我去吃 好 好 這個蠻特別的 早餐嘛 請問 台東人早餐 還有一個麻藝 什麼啦 麻藝 麻藝是很特別的東西 麻藝 綠色的 綠色的 對對對 這叫做麻藝 好吃 這很特殊的 這是什麼 這是一種葉子 葉子 然後它會產生那個 你要把它拌拌 在煮之前要把它拌拌 然後出那個 出筋 出筋 然後 這瓶是什麼 那叫做韓籍 那一塊 有的店家他會 這是甜點喔 不是 那是鹹的 這也是你們的早餐嗎 那個也可以當早餐 裡面有的會放蜜蜜 蜜蜜煮韓籍 蜜蜜煮韓籍 這主要是配這個麻藝 超好吃的 這就是鹹魚的概念 鹹魚的概念 但是它因為它有一種 比它很特殊 刺刺的味道 那種感覺我講不出來 所以喜歡吃的人很喜歡吃 這是台中 台中 而且這還不好找 這個很不好找 因為這個在做 在製作過程很廢話 它還冷 要冷 這真的是特色 這吃台中 這個一定要去嘗試一下 這個很好吃 台中這樣 他說去做吃飯 島上都會排 高慶泉醬油跟東泉辣醬 要冷餐 一定要冷餐 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辣椒醬 就是甜辣醬 但是這個不是什麼東泉 再來 有人對自己操車 一定要給他反操回去 我一定要把他抄回來 還要把他抄回來 我一定要把他抄回來 蛤 再來 碗粿沒有料 只有菜脯 對 但是有一些碗粿 裡面會放 像在那裡 少兩人 先要等 少兩人 少兩人 停車都會雙併牌 那有什麼 有什麼 真的 還三併牌 有的車都停到快車道 因為本身 台中的馬路還蠻寬的 然後 除非必要 台中人不吃太陽餅 對啊 真的 除非必要 三個字 很慘 花蓮人 除非必要 也不會去吃花蓮瓦雞 台中市左轉 跟高雄市左轉 有什麼不一樣 不都是由誰 台中市 其實你說兩段市左轉 你當周邊有時候是這樣 因為是怎樣 那是車不夠多 沒有車的時候 你想說在那裡等 你也可以用圖示 可以看嗎 是啊 我們本來路 是不是要 如果兩段市 要過去 如果在這裡停一下 然後再過去 那你也兩段市 兩段市 但是我說真的 有時候就沒有這麼多車 直接繞了 你要左轉 你應該是要來這裡 對啊 要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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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台北是這樣 台北是這樣 台北開來這裡 綠燈的水 帶轉 這裡紅燈 等到綠燈 然後再走 是 那高雄是怎樣 高雄是這樣 怎麼說呢 台北人這樣開 天龍果是因為 車輛很多 但是高雄有的地方 說真的 沒有車 你如果沒有車 你如果沒有車 在這裡等也有什麼等 而且這邊的警察 伯伯又在休假當中 所以他過來有沒有 直接這樣過來 直接過去了 就這樣了 因為那個高雄市左轉 這樣叫高市左轉 高雄市 不是 直接轉 這樣就違規了 不是 對面有車 沒有啊 因為它沒有車 還有 高雄的力量很大 高雄 高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想說高雄 觀光好地方 對 那等一下 這是高雄市左轉 台中市左轉 有一些左轉 就是灰先 像剛才 剛才 彭一哥說的 要先來這裡 帶轉 要車子來這裡 然後先來這裡 帶轉 然後再轉過來 對不對 現在有的人 是從這裡 跟著這裡的行人 過那個斑馬線 這樣過來 有的人 很多 然後再等這邊 這邊的可以行走的時候 再從這裡轉過來 走過來 騎過來 然後再繼續這樣走 這樣有 有 有 這樣會比較快 這掌握到不用整頭跟 對 要用騎的還是用腳 用騎的 用騎的 很多啊 就是這樣 從這邊就這樣 站過來 從這裡站過來 然後就過來 然後繼續走 這樣 那裡交通鬼折到有兩套 沒有啊 我們交通鬼折是一套 這習慣 這習慣很多套 這是 變體的 逆 逆兩段式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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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的話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牽過來 是OK的啊 所以我們在台北這樣會放狀 在高雄 台北這樣不會放狀 所以說高雄 會 這是違規的 會 會為什麼會有這種狀 很多人都習慣就這樣子 壞習慣 這是壞習慣 好 來 高雄 什麼 要怎麼說他是高雄人 高雄人 那 警官不是說什麼高雄 南部人都會說什麼膩 膩 膩 你是不能坐33號的空車膩膩膩 膩膩膩膩膩 膩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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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膩 你覺得要呼吸到了嗎 你那好想一 deliber嗎 hj suspicion 股膩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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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膩我們就可以唱 recycling 第五文件 然後就被安肩膩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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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膩標 琉球人啊 琉球人在 小琉球的人啊 在形容說 就說 天啊 這麼厲害喔 哇 太棒了 就是 都是講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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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啦 還能活嗎 對啊 這還能活嗎 愛我 唱歌唱得這樣 愛我 這還能活嗎 問一下 有沒有去加水戰 加過水 我們高雄人差不多 一定都 加加喉喉 都不買過水啦 這樣高雄人 那就是高雄人 請問你 高雄名產是什麼 高雄的名產 絕對不是那個 什麼牧棉書啦 我告訴我牧棉花 是我們的四花嘛 很多人都會說牧棉書 牧棉書 高雄人 你要說牧棉書 在那裡他不知道 所以資深高雄人回答一下 是什麼 高雄人 很多東西啊 也不知道都要買什麼高雄人 不會跟你說要買什麼 那你高雄人 因為高雄人會打很難 正經的啦 正經就打不出來 找名產 高雄好玩的景點是哪裡 你們都會去的英國領事館 都是中國人去的 還有六合夜市 我們高雄沒去留學夜市 有人去哪裡 現在金鑽 水空 金鑽是什麼 金鑽夜市 但是正經在地人會去 公花夜市 祖宮夜市 新屈江 新屈江還看完 其實屈江是最早的 康江又是在地人最喜歡去的地方 年紀比較大都要去 所以高雄人的東西很多 而且你在南方 在光華喔 光華夜市 你有一次跟我說 一個魚湯很好吃 就是在高雄 深海魚 等一下 我說一下 有一個人叫鎮鴻魚 跟我說 剛才是鎮鴻魚 那些可能是尋龍魚 對 過班 濃膽十班 濃膽十班 濃膽 結果有一個朋友叫鄭鴻宜 跟我說 你去高雄一定要去吃深海魚湯 就是在光華那裡 光華夜市 沒不對 結果我說好 我就說一間深海魚湯 就放車坐 我說你幫我停在深海魚湯 他說 這裡也深海魚湯 這裡也深海魚湯 到底哪一家 每一個都深海魚湯 你還沒說 我講技術 來 因為太有名 生意太好了 大家就收拾開了 但如果那間 那間大地 我們不能說店名 他還有烙豬腳 烙豬腳也很好吃 很好吃 對 那間他的什麼 蹄膀 會生意好 跟他小孩 他小孩在台積電上班 後來 台積電部上班 在做生意 我告訴他 他在5點 我們說吃滷肉飯 我們高雄人的滷肉飯 是小塊油肉 對不對 對 台北人說 很油 一塊一塊 台北人說 我們很大塊 它叫滷肉飯 但是那間高雄叫做 烘肉飯 不一樣 兩種是不一樣 我們高雄人還要配什麼 配蚵仔湯 蚵仔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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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種很好吃 好可愛 好久了 我又沒記得 我已經找不到 我已經找不到 對啊 不要再傳統 對 我說如果高雄人 我想台北人 因為高雄的路都 在地點 一條一條 整字型的 所以都打得出來 是啊 如果打不出來 就不是高雄人 應該是這樣 那高雄人 我們都知道 一心到十全 你怎麼打得出來 一心 不知道 惡意不知道 三多 四為 五福 六 和 七 弦 德 九 九 九如 十全 十全 這就是高雄人 這幾次 很多來自詩巾 真的 要不然就四書裡面的頂部 是啊 以前那個 中概社的順序 還有民生 民權 民族 這個都出來的 那我問一下花蓮 好不好 這花蓮人 聽說沒有聽過 彈島景席 也聽過主題 真的 因為你在花蓮 當然這是大概 近幾年來的一個特色 對 近幾年來 因為你只要在任何的場合 你只要聽到這個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個人出現了 對啊 那個人就是花蓮縣的大家長 叫胡崩奇 對 為什麼 為什麼他 真的 他只要出來就放他一條 他只要出來就放他一條 而且所有的舞台 所有在花蓮任何活動 不管是公 公共地方活動 然後一定有他的人 這有點接近蘇洋 不然要揣 對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一個標誌 對不對 配上不同的音樂 來 考你 花蓮人 廟口 紅茶 鋼管 紅茶或梅子汁 這就厲害 這是花蓮人 為什麼 因為 他如果說鋼管 他就接梅魚 鋼管 紅茶 因為全台灣只有花蓮 有做鋼管紅茶 對 而且就只有兩家 是不是鋼管紅茶 就是 你會到花蓮 你會看到一個廟口 你會看到一間紅茶店 然後 有好幾根鐵管連在二樓 從櫃台這樣連到上面二樓 然後一根一根一根 然後它上面就有一個水龍頭 紅茶 煙子 什麼 老闆 我要一杯紅茶 就直接打開水龍頭 那個水龍頭 就灌滿一杯給你 然後小姐就從上面下來 然後遞給你 而且很奇怪 我在台灣也沒看過 我相信大家也很少看到 你們喝 我們在其他地方喝紅茶 你一定是用環保杯 塑膠杯 OK 我們永遠都用玻璃杯 來來來 500CG的大玻璃杯 講出花蓮公車五個路線 花蓮都沒有公車 對啊 沒有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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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觀光公車 室內公車很少 沒有花蓮客運嗎 花蓮客運大部分都是做觀光 有跑從花蓮北邊到南邊 但是有誰要做 好久才做一班 騎了五公車 最久 因為虎遠太遼闊 一個小時才一班 應該是說客運 對啊 他也沒人家 這樣我就不可以花蓮 對 天啊 什麼叫米老鼠 米老鼠就是一個公園 這真的一定要在地人才知道 我們那邊有個圖 因為 米老鼠的圖 因為這個 這個是我小 算是花蓮小時候的記憶 因為以前 花蓮市中間有個地方 叫美倫山嘛 美倫山中列池旁邊 只要看到 經過去就看到 一隻大米老鼠在那邊 那大家就想 為什麼要弄個米老鼠在那邊呢 那結果這個 這個原本是一個碉堡啦 因為這邊是軍事館 一個碉堡 那我也忘記是哪一任 什麼手掌 就我小時候他就突然間 有一天他就變一個米老鼠了 所以後面 大家只要講米老鼠公園 米老鼠就是公園 只要講米老鼠就是公園 所以這是黃空洞 對 也是全花蓮唯一的一隻米老鼠 好 OK 很大 很大 這現在我們沒有在家 不知道 你如果過年過節要訂車票 就是戰爭嗎 那應該不是戰爭 那很無奈 然後搶票是花 大概也是花東人 不要說花蓮 特色 聽說你們很討厭北迴縣 志強浩挺小站 真的啊 以前 以前 這樣就變慢了 以前台北到花蓮 兩個小時 那以前是最快 就是三到四個小時 現在有普遍馬 什麼太魯閣號 是兩個小時 可是問題是 你小站停之後又變回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所以幹嘛停小站 對啊 當然要快一點 聽說你們最討厭做舉光號 真的 很久然後又很吵 舉光號到花蓮最快就是四個小時 最快 然後來台東人看一下 過年過節買車票也是很生氣嗎 比花蓮更痛苦 花蓮還有很多列車是直接到花蓮而已 台東本來列車就變少 變少之後 花蓮又有觀光客更多之後 他又被 把我們要到台東的那一列 直接買到花蓮之後 從花蓮到台東扛車 讓我們台東回去的路更遙遠 聽不懂 聽不懂 現在火車直接到台東 到花蓮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買 很多啊 結果到台東本來就是 本來如果說到花蓮有二十列 到台東只有五列而已 是可以到台東 這五列裡面應該直接到台東對不對 但是花蓮很多遊客很多花蓮人啊 他們二十幾列根本不夠用啊 就把這五列裡面 他都買了很多的之後 他是不是花蓮下車了 他不到台東了 結果花蓮還要繼續到台東對不對 空車啦 空車 空車 而且有個特質 然後台北要回台東就買不到票了 台北要去台東的那些人 都沒收到 然後呢 台東人被問到 那你們怎麼不搭高鐵回台東啊 蛤 我們 對 你們腦中的一片空白 這我們會出巢耶 這個問題花蓮人也常不問 那你怎麼不坐高鐵 那不坐高鐵 你為什麼不開高速 你為什麼不開高速公路回去 對 台東人會腦中一片空白 有原因 對現在重新了 台東人會拿刀給你燒噴 請問你 你怎麼不坐火車回去回去 這就像說 狗為什麼喜歡啃骨頭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台東人吃炸雞還要加蜻蜓 為什麼台東人吃炸雞還要加蜻蜓 那是形容詞啦 會想起一隻 藍蜻蜓 藍蜻蜓啦 這是這樣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 這是有一個韓劇 不是都說韓國炸雞嘛 對不對 結果就在台大PTT上面 很多人在討論 就討論說 去台東人吃一間炸雞店多好吃 剛才多好吃 結果台東人看到了 說 比較有可能 我們在地的台東人都吃一間 叫藍蜻蜓的炸雞店 好啊 比較知道說 亂來台東在地最好吃的 是藍蜻蜓炸雞店 這個高雄也是這樣 高雄以前 都說什麼好 那個燕子有嗎 那多好吃 還有什麼雞的炸雞 但是高雄人都沒吃那兩間 都吃單 真的都單單漢堡 還有一個 德州騎士 德州小騎士 德州小騎士在高雄 在做生意的時候 麥當勞 這個經驗 在講你來高雄 講五當 講不在賣 講不在賣 大家都吃 德州小騎士 我以前小時候 高雄都這樣 所以說 德州小騎士是台灣人開的 台灣人開的 單單也是台灣人開的 台灣人開的 我們現在都有 很多北部人 一邊坐高雞來高雄 要去單單吃漢堡 為什麼我覺得很奇怪 年輕人都在那裡排隊 都吃那個 你有去吃嗎 吃好吃嗎 高雄又不會去吃 台東人不吃 太陽餅 高雄人不吃 問一下台東人 台東人看到西洋時 總會有莫名的感動 哦 這個親身感受 真的 我民國六十四年 六十四年之後 國中證明之後 就過年了嘛 開到台北 在那個房間 地下工廠 要訂樓面上 放PLACE 在頭到那裡 路線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 在面上那個手 本來還沒訂單 放PLACE之後 三個月變成一個 最好就復興了 每天六點的時候 對面剃工廠 當PLACE就是那個衝床 對面剃工廠 一個樓梯 那樓梯都很大 在那裡 準時六點 時間六點 各位親愛的空中聽眾朋友 你好 我是阿龍 時間很快 油膏跟阿龍 為你服務的時間 我問 結束時間 每一個空中聽眾朋友 一個美麵的聲音 教你 接下來那個背景音樂就是 叫對我 叫對我 你們喔 你們喔 你們沒有離風北京 你們沒有鼓鼻聲的流浪 你不知道看到那個夕陽 阿嬤 那時候沒這首歌 就是因為小孩子被阿嬤帶到 看夕陽非常有感情 所以我每次帶客人 帶客人 只要是夕陽的時刻 你就沒力了喔 不是 因為我們是 大自然跟理科之間 溝通的客人 我就可以把情境跟客人 帶到很美的境界 我可以從李商隱的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一段開始 然後我就開始講 得到的高人 看到的夕陽 跟我們的境界就不一樣 我們就從哪裡開始講 然後一直到這個高速公路 我們在北上 夕陽在西夏 由阿嬤也是這樣看 我們客人在看路 那麼大 我們自己在這家 紅紅的夕陽要下山 我正在回家地的路上 那時候兩千年之前 我獨生的時候 自己帶到十字三十幾坪 一回去之後 回來了 那個夕陽 然後 什麼叫做家 我自己一個人 我為誰辛苦 為誰忙 然後所以在看那個夕陽的時候 我正在回家地的路 我就問我自己 什麼叫做家 什麼叫做家 原來漢東有很多沒有家的人 為什麼台東人會對夕陽特別感動 因為我們也是 我覺得這蠻有所感的 因為台東的夕陽很 因為看不到夕陽 因為我們的夕陽 大概下午四點多就不見了 然後那時候 以其說台東 不如說他是個離島 在清調的時候 還沒有家人可以過來 為什麼呢 原住民會出草 大家不敢過來 清調之前 然後呢 所以說 以其說不如叫他是離島 所以說一直不知道 後山 你們說我們是後山 我們還是說你們才是後山 中央什麼後面 那是什麼地方 夕陽都在那裡落去 小時候就會看到夕陽 有很多的想像 然後天空又有那個噴射機 飛過去之後 有一段就會變成有霧 有一段就沒有 就想那是什麼 後來我在前幾年才知道 因為那是氣流 同樣是那個噴熱出來之後 那一段的氣流不一樣 所以他才會變冷卻 然後變冷卻 不見得整條都是只有可能一段 就想 夕陽是掉到那去 如果我們的原住民 他們的文學 原住民是太陽公公下山了 太陽公公正在爬山 太陽公公在走階梯下來了 這是他們的形容詞 所以我們對太陽 而且我們那時候沒有手錶 我們是看太陽起來去工作了 太陽下山了 所以說我們是沒有手錶 因為太陽對我們來講 因為你們都是 續洋西下山 西下山中央三百黨座 對啊 對 我們都沒看過西洋 我們住在台灣的西部 我們住在台灣的東部 我們住在台灣的東部 我第一次看到西洋 等一下再講 我覺得你現在又來哪一位 越來越像原住民了 我們沒有手錶 只有我們 原住民不是怎樣 不要 所以你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的就一樣 對 花蓮也這樣看到西洋 也有 這就是西部人跟北部人問的 花蓮為什麼都看不到西洋 剛剛看不到 花蓮在東邊 隔一個中央山脈被擋住 我剛剛已經講 被中央山脈擋住了 擋住了 那從花蓮來台北讀書 我想去淡水看 但是有時候雲擋住了 我還是沒有看到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西洋 在西子灣 你看到太陽沉下去 好大力 我覺得好感動 好大力 好大力 很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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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到那麼大力 本來是很有氣 很大力 很感動 可是像日出 我們就天天看 看到你 沒看到 就不懂為什麼還要去看日出 所以我講實在 我沒有想過你們沒有夕陽 我們也 我真的 理論上是真的沒有 可是我們感情上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 很稀鬆平 真的 真的要到東部去看一下 下午4點多之後的霞光 對啦 這個太陽 中央上面大概下午4點多 是下氣之後 但是天然是 它之後整個光 是這樣子射到天空 天空之後 接下來那個光 下午的博物也開始在飄起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那個 這樣子穿的金光閃閃水氣千條 特別是那個金城武術 博朗大道那個時候 黃昏的時候 你夏天去騎梯 它大概是到7點半 真的台灣只天黑 但是下午4點多 你就看不到太陽 4點多到7點半 很長的時間 那個光芒一直在變 整個大地的顏色也都不一樣 那真的是漂亮 然後如果早上看日出的時候 它是從海岸山脈 大概是7點多才會出來 因為海岸山脈擋住 海岸山脈這邊這樣子太陽上來之後 中央山脈會先擺了頭 擺了頭之後 兩邊都是暗的 因為然後接下來 它慢慢起來之後 這邊就開始亮亮亮 這邊還是仍然是暗的 琉璃光 你們有沒有看過琉璃光 冬天的時候 如果你到博朗大道那邊騎腳踏車 你要一大早6點起床 6點起床 你就看到整個 從海岸山脈上的太陽 然後博物在海岸山脈上 整個琉璃光 琉璃光跟那個霞光是不一樣 不一樣 就有那麼漂亮 你們人一直大 對 你參加一下 我剛剛有講過 導遊是里克跟大自然之間溝通的起來 要有人溝通 江山脈都沒抓到里克的兩條腿 故事都沒抓到導遊的一張座 你就沒看過夕陽 為什麼你對紅粉的故鄉 會有感覺 因為它半時離鄉 夕陽 他是從中央山脈下去之後 我們充滿了遐想 他是跑到那裡去 小時候都還沒有離開台東 我到國中 我都還沒有離開台東 太陽那跑到哪裡去了 其實跑到我們那邊去了 然後我們 我們高生一度 一度我們從資本林道 走進去 我們去抓他 很想說 把它一直衝衝衝到中央山脈 到底要看太陽你到底是下哪裡去 那個遐想 從小時候一直到國中 離開台東 到底你跑到哪裡去了 你孤雄 你孤雄 其實你孤雄 其實你孤雄 你要來我們那裡看夕陽 剛才說那個姿勇在說 在西洋看夕陽有沒有 才可以發現什麼叫做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但是你如果是我們開車 夕陽下來 就是夕陽無限好 只是很刺眼 這個真要 夕陽無限好 只是 還要小心 這很刺眼 真的在西洋看夕陽 你在看夕陽 你就是想說 你和那些女人在看夕陽 本來感覺很好對不對 對 講一下 你本來 講一下話想說 再繼續講一下有沒有 說沒有兩句 夕陽降下去的速度 沉下去的速度 非常快 你這樣 阿嬤 手一定在另外一邊 對啊 沒錯 是啊 還有一題 台東人對 我在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我對那個 紅粉的高雄 也是非常有感覺 其實有時候聽到那首歌 或者唱那首歌 其實會掉眼睛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和人家的生活體驗有一點像 就是我以前在鎮花的時候 我會的保護照 我都要去看劇 放學的時候 要去養牛 那養牛要牽回來 的時候 其實都晚了 六點 就站在西洋棋 家家夫婦 大家都聽到每天一天 那時候都在放紅粉的高雄 然後你看家家夫婦 大家都在開始煮飯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煙蔥 清煙的時候 大家家家夫都回來 開始在煮飯 這邊節目的主持人 很不敬業 都放一條而已 不是 他就每天六點 他知道是黃昏 我們兩年代差不多 搞不好聽了都同一台 有可能 對不對 我講講有沒有道理 有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我是永和人 然後發現 既然 這麼多縣市啊 319鄉鎮 特別永和人 有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人認為 住在永和的人 水龍頭打開都會有豆漿 永和豆漿 對 永和豆漿 出產豆漿 OK 這個很好笑 然後呢 他說 中華人 大家一定都有卓博遠的提袋 跟馬克杯 而且很多 還不止一個 半斬會的孫尚 半斬我也拿著一個 我多人去那裡也奔著一個 還不止一個 還不止一個 這中華人 你是不是彰化人 你有沒有卓博遠的馬克杯啊 不過彰化跟台中很近啊 所以他們應該很多習性知識很相信 對 而且我要把華麗的特色再增加一個 這幾年來 真的要增加一個 就是全中華民國 搞不好全亞洲啊 有在收金座的地方啊 只有花蓮的金座上面有印名字 真的 印死者的名字嗎 不是 真的啊 你看我覺得這是一個特色 絕對是一個特色 印誰的名字 印誰的名字 印縣長的名字 啊 真的啊 還沒錢呢 縣政府對免費提供給家家戶戶的金座 金座 金座 穿上的... 看起來 漂亮嗎 看起來 走出來 這絕對是特色 你們華麗什麼東西都有印的名字 我今天有一個國小的作業部 她也是有時候的印的名字 寒假作業也是有印的名字 公車卡 不是公車卡 老人卡 福利卡 也是她的相片 金座成員的名字很奇怪 快快快 快快 我以前主持政論節目 有的人可能看慣慧了 更高興有高興 高興進來就說 鄧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爸爸當時過十年了 他平時都在看你的節目 你的名字 我說人又來了 他說 想要收電視給他 可以 平常可以寫我的節目 我說OK 節目沒關係 可以寫你的名字嗎 可以寫你的相片嗎 可以寫你的名字嗎 不行啦 你的相片很大 他說 你的 沒有啦 我想要跟他討一張相片 他相片很大 他相片很大 我也不忌諱啦 我就覺得如果能幫人家 這有什麼 對啊 我就算OK 有啊 但是我這幾年 我又發覺台北也有一個特色 這我感覺就是 不是台北人的感覺 就是台北人好像沒有中文名字 都是英文名字 對啊 台北人好像都沒有中文名字 Michael啦 包括是在外面接觸的人 包括小孩子在學校 每個人就 Hi Thomas Hi Terry 我們小 小學生爸爸媽媽 譬如說 紅儀爸 玲瓏爸 或玲瓏媽 Jennifer Jennifer 我想說奇怪 每次猜到底是哪一個 就是很奇怪 台北人 因為那個就是從小都送安親班 安親班都要幫他們取更 對啦 這個叫Michael 我看網路的那個 出車子騎上去 沒有騎上去 老公 雙心跟雞不敢 要不然介紹一個很厲害的 仙古看夢 去看夢 那台北人寫自己的本名 然後呢 因為母女人去 那仙古是開始起動 然後發電一下 Michael 嚇一跳 我們只寫本名 然後他知道我的名字在Michael 然後 老婆是你嗎 然後媽媽是你嗎 Michael 我叫媽媽 對啦 Michael老店 Michael老店 你這樣叫老店 Michael老店 Michael老店 你不知道 Michael 所以叫我電到 對啊 然後公哥 英文名字 有一個人他姓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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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阿布拉有 說一下我們嘉義 好不好 你要說 你說完 講完 嘉義就是雞肉飯要同說 雞肉飯要同說 嘉義人都知道 雞肉飯好吃 自己心目中都有一家 所以都不一定同一家 不一定同一家 但是 那個好吃的就是生意特別好 而且雞肉飯裡面還有 還沒有那個 那個 肉豬腳 很好吃 再來 那個什麼 那個就做 還有大燈 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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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 還有孫子 非常好吃 不好吃的雞肉飯 不好吃我不知道它怎麼成功 那個觀光客 其實你在網路上收集都在那間 有分在地人吃的跟外地人吃的 都有 每個地方都有 每個地方都是這樣 家裡也是這樣 觀光客去網路上收集之後就是去那裡吃 在地人吃飯 不是說我們當地要來吃 還不是去網路上搜尋 好吃 像中華在吃雞肉飯 雞肉飯在搜尋 大家也說 哪一間 但是在地人都不會去那間吃 都去北京 官光客去吃那間都在拜堆 在地人不是吃那間 在地人在哪裡 代祭 代祭 你知道嗎 那是拜祭公 在比賽的時候 那是當時 祭公拜祭賽 你說家裡還是 那 你說三夾祖書廟是過年 過年 過年延宵的前後 還吹過年 如果在過年的時候 在過年的時候 在地人就在煩惱 是要感到是高 是要知不知道 過年延宵 阿阿說 我也很怕 地要切割 他切割半 對 火雞說 我說什麼 我肚子 每天都很煩惱 因為每天都想要 吃火雞肉 其實我覺得 我們家藝人厲害 火雞肉真的是不好吃 人家說雞肉 很多人不想吃 吃輕盈肉 就是胸肉 那那些雞胸肉 其實很多人都給它炸雞 煮得盡 但是 人家就是這樣 只聽到這個雞 那纖維 那個纖維 就變細了 補起來好補 還有那個 上面有一個肉 那個肉 其實好吃的火雞肉 火雞肉本來就很熟 其實它都有把皮 一樣熟在裡面 對 對 稀皮 還有火雞 火雞油 火雞 就是這樣 雞油 什麼 H5N1 流行 好像只有 鵝 鴨跟雞 都沒有聽說火雞有事情 火雞沒有 火雞應該也會有 但是我比較沒聽說 沒聽說 好 你如果是家藝人 一定知道 垂陽路 對 知道嗎 知道嗎 十百人很煩惱去那 對 所以說 人家的市長 如果選到之後 還要給他一個名字 垂陽路旁邊有兩間 有 垂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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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陽國小又什麼 又重溫國小 重溫國小 所以是不是家藝人問就知道了 垂陽路的腳什麼 大海 大水溝 對 垂陽路的腳什麼 我以前 大民族國小 民族國小旁邊也是垂陽路 垂陽路以前 我以前有做什麼 做什麼 什麼膏 垂陽 垂陽 在日本時代 垂陽 在那個學校 垂陽 垂陽 在民族國小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種有做河高 河高 沿河路 沿河路 林鄭月後 蓋起來再變垂陽路 我記得 家藝很好判斷 他是不是在家藝 像説説他是在家藝國中對不對 這樣就放錢 放錢 放錢 你絕對沒有這兩回國中的 放錢 你放錢 如果說美人節對不對 那美人節 如果說他是藍潭國中的 你放錢 絕對不是 我說你絕對說謊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學校 性別只有一種而已 藍潭國中只收男生 對 家藝國中只收女生 還沒帥 你也不要說你在家藝國中 你還要說真的到底是說我讀管中的 對 管中的 家藝國中以前有說縣家中 有說管中的 是啊 如果家藝官有沒有 如果穿那個字樣 說他是破諸國中有沒有 不能放錢 因為破諸國中的身材 也是女校 東石國中才是男校 真的喔 所以說這個東南中 為什麼不像女中 扶子女中 那以前就是這樣 他這個傳統就是以前就專門收 這個單一性別 這個是這樣 像虎人和虎人也是很像 後來像男女混相 後來 虎人是女中 虎人是男中 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區域裡面 比較特殊一點 對 再來 這個圖聖座 現在是 自己的敵散 圖聖座 因為三十年來 第一位十步市場 對 就是因為喜事前 後來把那個 聯合路 弄成垂陽路之後 永垂不修 通通是女人當家 垂陽 連那個光明里 二十四個里長都是女人 所以都這樣是 光明里 對啊 光明里 從阿嬤開始 二十四個里長 都是女人 女人當家 撐起一片天了 我是覺得圖醒哲翻 你也當選了 就不用再改成什麼 朝陽路了 沒有啦 它搞成 沉沉波大道 不要啦 就垂陽路嘛 現在應該是不要改了 我覺得合力 我們要找你 對啊 合力 他為了那個垂陽 然後他要把它 喔是喔 那大學生 在那個網路上面 那手機上面 社群工具 如果說 我要回家了有沒有 他那個家 像林隆說 我好像好想回家有沒有 那家人 一定說 嘉義的家 我想回家 那個嘉義的家 他不會像我們家裡面的家 什麼好看都在家 對啊 都是家 都是那個嘉義的家 都是用那個字 這樣喔 對啊 我的網路上面 你看到少年都這樣 可是你想想看 嘉義還好一個火雞肉飯 也要改善那些商店 要不然提到嘉義 大家對不起 嘉義的生氣咪 還有沒有 生氣咪是台南 台南 嘉義現在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蛋捲 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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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去 你是娶婆 那在那邊 胡宇仙 胡宇仙 對嗎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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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 很多黑衣服 在那裡 是專門拍攝 拍攝 拍攝 還要繼續 繼續經營 大概一二十年 就會變成一個 那有那麼好吃 對啦 我跟你講 他送你那種蛋捲 表示你高情不好 因為他不容易買到 對 他是排隊排很久 對 那就是老交情 還回來高雄 高雄 高雄到底有什麼特產 高雄 高雄 高雄先說一個地方 全台灣 不像高雄這樣 這麼好玩 高雄 10分鐘裡面 在市區裡面 10分鐘裡面 可以中山兩海 嗯 對不對 中山兩海 10分鐘裡面可以 有受傷嘛 對 我剛才說 譬如說 中華是肉圓 加他是雞肉飯 是 好 台南是生魚米 生魚米 高雄是什麼 台資賓 我補充一下 那我補充一下 洋店區的那些 考山名字 那叫做大口帶 看考山名字 這都是最近的 他拿出來而已 最近 我現在不要講 最近就是說 還有小南 小南貓也是台南的 美國飯 你說小西門 烤肉飯 對不對 這都是高雄 高雄好這些東西 因為太多 所以在推薦的時候 你剛才問一下 我面前你問說 推薦衣服 我實在是說 沒有辦法 你每個都不錯 我不知道要給你推薦衣服 像說 你說法連的 配薦很好吃 我說全台灣最好吃的 配薦都在高雄 在高雄 做贏 你去那裡做贏 海軍 大家做阿彬哥 你如果問說 配薦對一間大家都知道 說高雄 配薦好吃 也出名就好 你不要說最好吃的 都在高雄 跟警察官司都給你 我講 我不是這樣 阿姨你去警察官司吃 我會講 你都要放毒 那是真的好吃 我告訴你 不過好吃 高雄 剛才說 看到夕陽 有感覺 高雄是看到高雄 有感覺 看到蜜猴 有感覺 高雄是四個走 去你上山 去茶山 你這裡路走 走 差不多走十分鐘 裡面有一個高山 對 全台灣唯一一間便利超商 叮咚 電動門 歡迎光臨 全台灣唯一一間便利超商 沒有那個叮咚 你去到那裡 要大家去問 也不是便利超商嗎 也不是便利超商 你怎麼知道 他叫什麼 最早的時候 叮咚 說歡迎光臨 結果 報名 沒有人 沒有人 因為高山看 高山看 高山看 人走進去之後 出來的時候 有摸在吃 摸魚片 那高山在那裡 想說 哇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怎麼摸東西出來 你說高雄 高雄看到高山 沒有 高山看到人 在裡面買東西 其實 他用高山 問到幾個 進去之後 摸魚片出來 高山在那裡 對 這個高山到那裡 到那裡的順序 對於鵝肉 鵝肉 鵝肉有什麼東西 但是不記得 付錢 不記得付錢 所以說 那個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有沒有 鵝咚 奇怪沒有人進來 沒有人進來 鵝咚咚 鵝咚咚咚 還出來了 其實高一點 你說高 所以那家是 那一家他就沒有用電動門 那一家只好用人拉 沒有 那猴子的話 猴子的話 他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可以拉門 但是我跟妳說 高雄看到狗有感覺 我跟妳說 在台中看到狗 小孩子也是正 對 你跟我說 高雄秀山在那裡 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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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種便利三遍 這真的 高雄秀山的猴子 太多了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這不知道猴子 也有這樣子的 驚人之舉 對 智慧 厲害 我就不知道他去便利商店 要拿什麼 拿的東西多了 什麼都可以拿 只要他前面看到別人 拿什麼東西 有的看飲料嗎 很厲害 他也有五十手指頭 很恐怖 所以說這個高 在我們高雄 特別有感覺 我苗栗那家的 山頂的原住民 他說 常常 人家 都是山高 找他玩 才是他們可以賺錢 然後如果要去採收那個孫子 他說 你很輕鬆 你去到肚子 他都給他打好了 因為 猴子去頭上去 他就在抓著 還抓著 然後 然後 他還要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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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才要 幫我幫你 然後 他的家裡 他寫了一個順口 木平人就在牆壁上寫一個 新手飛煩 電燭機 有家 無愛去死 有家無愛大死過 去政府 審法保護 真的是保育類 是啊 不過你剛才講苗栗 我們也講一下 苗栗人 最不知道苗栗哪裡好玩 蛤蜊 苗栗人喜歡講 想要捏 不是 苗栗喜歡 蛤蜊 蛤蜊 含掉含切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是客家話 含切 含切 就是很壞 把東西裝回去 都說把它倒回去 倒回去 不然 台語不是這樣嗎 其實躺著苗栗 因為這也是客家話 丟一支 是啊 你躺著苗栗 大家都會問你是否客人 對對對 然後在苗栗 很奇怪 黃昏夜市跟家樂福 超級重要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們共有的地方 對 可是 那個屏東也有一個很奇怪 屏東夜市 從白天就有了 屏東夜市不是晚上才開的時候 屏東夜市是白天 夜市 夜市 應該叫夜市 我跟你講 屏東人 說 騎車出門不會戴 不會鎖安全帽 安全帽放在汽車上面 不怕要騎 機車不怕騎 因為沒有人想帶 沒有人想買 所以沒有人會偷 現在有比較好 那在鎮腳 鎮腳 然後屏東人最困擾 常常被問 你家是不是離墾丁很近 好 屏東七里 肯定都亂 高的四公里 一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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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公里還好 慢慢還好 臨遠 臨遠 臨遠還好 臨遠在江湖的旁邊 離墾丁很遠嗎 但是臨遠 但是臨遠是高雄 不是屏東 心遠才是屏東 這不一樣 路客經常都會問我們說 因為大陸人的思維 跟我們的思維不一樣 比如說 高雄到屏東 我們會講 開車大概兩個半小時 他會問你 到底是幾公里 因為他是用公里去算 但是對我們公里來講 沒意義 他會高速公路到... 我們這十公里 十公里也有可能 給你三點接 對啊 真正的屏東人 百分之九十五 都會講流利的台語 對 沒有人 台語真的都講流利 連臨東的客家人 還有家人 還有原住民 一定都要說台語 很討論 很討論 他們一直都沒有台語 沒有 而且恆春 恆春那裡 有一個很奇怪的 很好玩的 他們家家夫婦裡面 都會擺一盆 那個 要不要搞的冰冷 人家來 自己去搞 是喔 你說冰冷喔 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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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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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吃 原廂也很多 山上也很多 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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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青 我說自己去搞 是保肖 保肖 裡面有酒嗎 有啊 有啊 有 沒有 那不是不是冰冷西式 要幫我們弄好的 沒有喔 那個是 DIY就對了 這算是 人家裡請你喝水一樣 那有感覺 像不會太沒皮帽嗎 沒有幫人家弄好 沒有啊 沒有啊 DIY 你喜歡說這樣才會吃 我們講到Buffet燒香 Buffet燒香 Buffet燒香 那種東西 檳榔老葉跟石灰 是 放在那邊 然後自己去幫忙 對 還有平東人還常常被問 啊 你這麼白怎麼會是平東人 我沒有人 到我們台東 你就會自然牙齒變白 你的皮膚一曬牙齒變白 但是發現平東人都最白 平東人都好白 平東人喔 對啦 但是平東人是頭真的 對 他們都台北人 台北人的輸子 第一怎麼說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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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